嗨,大家好,我是谢迪 我们今天呢是准备退房 您收拾好了 准备离开万荣这边 Hello Today we will check out But I want to storage my baggage OK 他这边刚好有一个行李房 First storage baggage 我们的包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骑摩托去孟峰那边玩 晚上两天 Maybe one day, maybe two day I will go back, ok OK See you next month OK,好了 那个谁呢 我们住在这儿,住得习惯 这舒服,这家店确实是 主要早餐好 等小林叫一下她 More today, thirty OK OK 我在租两天摩托车 Passport And the thirty More today More today 小林跟小张哥做一台 我的话骑过去就好了 啊,她的头盔 这底下就可以装一个GoPro 哇 这个直接可以快拆哦 这么方便 哎呀,回国我也想弄啊 这个多有意思啊 就这个1250的这个油箱真的是大 三十升的 你这前面还放了个狗吧 呵呵 镜头都糊的 全副武装 嗯,防晒 都过也带好 好 我们今天要准备走个小长途 一百公里左右吧 去孟峰 是不是感觉坐在皮卡车上的 啊 啊 啊 好 你先走 你先走 我跟着你 厦门的 这啥情况啊 手套啊 这上下车是真费劲啊 我这骑摩托什么时候戴过手套啊 我没手套 就没有手套 嗯 戴一下 戴一下 不思议 后面你会觉得很舒服 很舒服是吧 啊 可以可以可以 托你的服 我也 我也戴个手套啊 先去加油 好 你那个我 我这个车 我加满 我估计还需要 哎 目前为止应该不需要 好 路过加油站停一下就行了 忙忙多走吗 好你先走 走了 哎呀 回国啊 研究一下 不能老是骑这个脚踏板 跟不上 哈哈哈 还要直走一点吗 往前走就是高速了我们不可能上高速的 借我个胆我也上不去啊 就不允许上 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十三号公路走 走小路 哎 我们这个水平就是在路边上慢慢晃的 我估计 一百公里啊 他俩得领先我一个小时至少 他们倒是不需要加油 我倒是需要 这来回二百公里路呢 你们不要加油吗 好 你不用吗 加油的地儿还在这儿 哎呦 哎呦 OK 付 get付 yeah 19170 差不多就是8块钱人民币 加满就好了 那你就行 没有没有我自己知道路 你们就先走就行了 好 好啊 你不用管我啊 行行走 行行到时候到时候你给我发地位就好了 发消息好吧 行行 注意安全啊 好 这个他妈的太夸张了吧 这是高铁 我最近就不用坐高铁了 应该不止九十几公里 要一百多公里的 应该不止九十几公里 因为他这其中还有一段是高速 我还是不能上高速 我还是不能上高速 那我就是一直沿着这个十三号公路 慢慢走了 这个修桥呢 我是不着急 磨磨蹭蹭晃晃悠悠 哦 哦 安徽过来的 大车 这个怎么超车啊 这个 好像有点儿机会 老窝这个路啊 开大车呢 真的是挺高费的 嗯 在这休息啊 这边狗也不怕人 嗯 喝不喝水 喝不喝水 他怎么喝给他喝水 我这样滴答的 不知道他能不能感受得到 看吗 喝不喝 还不喝 他有水吗 哎呀 看来还是有办法 对 来来来来 那我就喝了 含羞草 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 我刚刚在那边尿尿呢 结果 哎呦 我说这草怎么全部都收起来了 你看一看 一碰以后的就收起来了 4000多块钱 4000多块钱 我看你一直在调这个 这个是干什么的 我在调音量 音乐 你这个是带蓝牙耳机 这样子 我猜应该也是 蓝牙耳机 你还可以听歌吗 我可以听歌 帮我打 都可以接到同样 哦 这蛮方便的 哦 这Gopro的 Gopro是可以拍横向跟树向的 对啊 我觉得你可以升级到这个 哈哈 现在 三四四 对啊 这个比你这个 用这个还好啊 用帽子啊 这个东西 又帅 还能听歌 就是挑肺高一点 我就先走了 这才走了一半 他们就领先我半小时了 你们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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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走就行了 好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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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车还是差点意思 差好几个意思 应该就是这个河过了以后 就要离开这个13号公路了 朝北走 就应该是从这里了 然后一路向北 还有个三四十公里 我不会吧 老窝我算是看明白了 只要是脱离了这个主要干道 那就不考虑修路了 也修不起啊 没这条件呢 我的天哪 哎呀 虚惊一场 虚惊一场 还是修了路了 修了路了 修了路了 哎 他们走的比我快多了 我不着急 晃晃悠悠的走 这是高铁 这又是高速 这景色还不错呀 因为山上有个水库嘛 还好这山里的路还不错 还有个25公里呢 我估计他们都到了 这边全是山路 这边就是镇子上 我们预定的是在河边 是一个度假村 这边 也都是没什么水啊 应该就这家 对 哎 我都到了他们人呢 不会是从这儿走吧 因为我镇子就在河边 对对对 您看到了 但是他们我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消息还没回我呢 消息还没回我呢 这个前台在哪儿 哎 对对对 看看 在河边住这样子 前台呢 recep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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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呀 洗个手 总算是找到地儿了 他这边是一个咖啡厅 OK 谢谢 哎 这个小哥在跟他们沟通 小张哥他们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好了 跟着我走 你们就没找到那个小路 对 倒行肯定是倒不对 倒行肯定是倒不对 对 我都是直接看那个地图放大 然后那边有一个小路 知道吧 就这里 就这个小路 他这边 几乎都是写的老窝语 你们这一次溜就过去了 哎呦 对 这边有个小木桥 我就说呢 哎 你说你们都到了 我说在哪儿呢 我还找了你们半天呢 哦呦 然后前台在这儿 有个咖啡厅 就先停这儿吧 等我们办了入住以后 看停哪儿方便一点 大家伙 手套手套 给你 你把它装到箱子里 好了我们的房间那已经是准备好了 就住在这个河上的啊 超级特有特色 上一次我们都想来 结果呢预定不到位置了 这位置是非常紧窍的 哪两个房间 好那我们就住这个就行了 它这个就是一个 一张床呢 我们再开上一间得了 孟丰河 就河边这两家比较出名一点 比较难预定哦 都得提前打电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OK 老板付一百四十万 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电视友 就一张床 肯定是没空调 还有个蚊帐 哎呀 哎呀 躺一会儿 这就属于体验一下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